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石总 真是不好意思 那件事全是我的错 我真是老糊涂了 没事 您别发oration 我听说您今天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 三年前我在市场拓展部 管理那个大客户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很蹊跷的事 有人啊 盗用了这些资料 让那个郑氏集团 抢走了本来应该属于咱们的单子 老董事长出车祸前呢 这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当年呢 他还租用了银行的一个保险柜 专门存放那些调查资料 好 谢谢你啊 但是今天我们的谈话 那 我不希望您再跟任何人叹气 当然了 我还是用分寸的 你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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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秘书 咱们就继续调查 只要查出当年那个保险柜 以及里面的资料 我们就能查出凶手了 好的 老板 我现在就去 我看这个军事 事实上 咱们将到这个任何对待 我们及时 没有 也要很多鬼 只要你 不必要把这 Só新会 也得了 就是我们不必要 我恨你 就继续 你看 董小小 吃不 我现在力量越来越弱了 是不是你动什么手就动 我正在慢慢全遇 丛晓晓 你要面对现实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爱上聪明的 是的 你以为我这么爱上来 我比你更爱好聪明的 可是聪明不爱你呀 是吗 我有足够的时间 让他爱上你 赤墓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没有存在的意义吗 你为什么要剥夺我唯一存在的价值 我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脑 聪明绝对不会爱上你 还有 我要见聪明 我要见医生 我给你最后一次结婚 聪明 聪明 你怎么了 聪明 聪明 你去陪你看一下我 聪明 你怎么了 宋小小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给我回去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聪明 我 我必须现在出来 我要见聪明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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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医生打电话 让他快过来 好 聪明 我跟你说 Alors 晓晓她消失这么久 是因为聪明的戒指 已经进行了一次消辞 虽然说对那个戒指 进行过一次消辞 但其实效果并不大 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 问题的关键是 聪明的心理问题 只有当他的心理创伤 得到治愈 他才能够完全地归附正常 最近宋晓晓一直被聪明 压制 代表着聪明正在逐渐治愈 她是主人格 相信经过这么一次创伤 只要她挺过来 应该问题不答 也就是说 宋晓晓可能会从此消失 医生 有没有折中一点的办法 让两个人格和平共处 我是医生 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治愈 而一旦治愈了以后 两种人格只能留下一个人 如果宋晓晓留下 那么消失的就是迟墨 难道郝小姐真的希望迟墨消失吗 不 我当然不希望迟墨消失了 迟墨你醒了 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 聪明 我回来了 晓晓 你真的是晓晓 晓晓 晓晓 你终于回来了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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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晓晓 晓晓 你看你都已经 一个多月没有出现过了 我差点就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那我这一个多月没回来 你没有忘记我 怎么会 当然没有 我每天都给你发微信了 不信看 是吗 没有骗我 我回来了 好聪明 心情欲爆 今夜到明早 想你 预计下午转为很想你 受此情绪影响 傍晚将转为暴想 此类天气将持续到见你为止 看来某人真的是很想我呀 好 聪明啊 你说我这一个多月没回来 感觉还有点疏离感 对了 我得考验一下你 看你有没有忘记我的一切 好啊 你想怎么测试 那就出题吧 我问一个你答一个 只要说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宋晓晓吃桃子过敏 不是 宋晓晓喜欢吃椰子 是 宋晓晓晓晓晕血 不是 宋晓晓孔膏 是 宋晓晓喜欢西装 不是 宋晓晓喜欢喝酒 是 你喜欢吃梦 是 宋晓晓 就随便问问的 来 下一题 嗯 宋晓晓喜欢喝牛奶 是 宋晓晓喜欢看动漫 是 宋晓晓喜欢开跑车 是 宋晓晓不喜欢 不喜欢 是 我 如果宋小小留下 那么消失的就是池墨 不 我当然不希望池墨消失了 我一直以为 自己比池墨那种人格有没有 没想到竟然输给了 宋小小珍惜和聪明在一起的时间吧 我 聪明 你说如果今天是咱们的婚礼该多好 你穿着白色的婚纱 这个时候应该想起婚礼进行曲 你还结婚进行曲 这是小苹果好吗 都可以开始跳广场舞了 广场舞大妈要开始跳舞了 那 聪明 如果有一天 我不见了 你会怎么办 不见了 那我就找你啊 那如果找不到呢 找不到 怎么会找不到呢 那我就 我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一直找一直找呗 不见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听到第一声后留言 老板 三年前老董事长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 车祸那天 他把保险柜里所有的东西都取出来了 而且取消了业务 您收到我的留言一定要马上跟我联系 谁啊这是 大清早 他欢迎开门去 谁啊 开门去 我不去 要去你去 我看你一百块钱不开门去 再加一百 行 加一百 加一百 去 您是迟总还是 聪明他睡着了 把聪明放在你这个男闺蜜这儿 我才能放心 快快快 来 来 走 走 这大清早上你们公司不开会啊 今天的宋晓晓 是完全属于好聪明的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打扰我 我这外人我就是不当地能跑了 那你蛋着机会 行 個人来 行 你不把就行了 行 你看我 找你我 要帮忙 我找了我 你帮忙 老师 我都不想要吗 知道我 我还不要 你帮忙 我要缓伎 迟墨有时候想一个人静一静 手机会关到的 那可怎么办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和老板汇报 是迟墨总托您茶的事吗 金秘书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 不如把文件给我 等迟墨回来以后 我帮你给他 我自然信得过宋总助您 不过 这份文件真的非常重要 请您务必要亲自交给老板 您放心 等他一回来我马上给他 那既然这样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我送你吧 宋总助 就送到这儿吧 您就别送了 好的 那我送到这儿 待会儿出去点 当然以后给我电话 好的 您快回去吧 老板 您到哪儿去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想放松一下 不太想处理公司的一些琐事 所以今天就关了一天手机 给自己放了一天的假 您是放假了 可把我急死了 对了 那 一天赴 老板 可是 你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不戴眼镜挺好看的 老板 您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没什么 只是以前我 太少去发现身边的美好 对你们几个亲近我的人 也是关心不够 也许 是因为现在快离开了吧 总觉得身边一切的人 和事 都会让我高碍留恋 老板 你要去哪儿 不去哪儿 记住啊 以后不要再带了 记住 以后不要再带了 你回来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 没什么事你就回去休息吧 刚才金本叔来过 让我把这给你了 假如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 你怎么穿成这样 对 而并不单单 只是一个人的人格 你会比现在更爱我吗 你是会选我 还是会选吃我 想想这个傻瓜 傻瓜 第一次在别墅舞会遇到的人是你 拥有我初吻的人是你 叫我好笨蛋的人是你 向我求婚的人也是你 你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回忆 我一直一直只会记得你 我不能再陪着你了 宝贝 我护士 迟墨 我离开 并不是因为你赢了我 而是因为 因为你已经懂得 如何去爱一个人 与时戒指要是消辞了的话 迟墨就会被彻底治愈 这样一来 我的计划就可能会受到波及 不行 我不能让迟墨如此轻易地被治愈 不要让他觉得孤单 迟墨 听着 我退出 并不是因为你赢了我 而是因为 因为你已经懂得了 如何去爱一个人 答应我 如果我消失了 请代替我继续守护好聪明好 不要让他觉得孤单 虽然他嘴上不说 但是在他心里哭泣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地安慰他 从命他喜欢网文 你要做他的读者 即使是难看 从命他很喜欢你 这场赌局是我输了 愿赌服输 还有 以后没什么事儿 就别再叫我出来 石墨 你可别怪我 把真相告诉郝聪明 这都是你自找的 石墨 听着 我退出并不是因为你赢了我 而是因为 因为你已经懂得了 如何去爱一个人 答应我 如果我消失了 请代替我继续守护好聪明好吗 不要让她觉得孤单 虽然她嘴上不说 但是在她心里哭泣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地安慰她 聪明她喜欢我 如果有一天 你要做她的赌场 我不见了 你以后怎么办 不见了 我就找你啊 那如果找不到呢 找不到 怎么会找不到呢 那我就 我就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找呗 聪明虽然很淡 但是她吃醋的天赋是很厉害的 爱与天又见 最后 永远不要离开她 因为我没有守住跟她的承诺 我希望你能替我做到 希望你能替我做到 你想到时候想你那天是能给我告别的是吗 你以后世界上就不会有曾小小这样一个人的是吗 我爱是一场宿远 我就该学习告别 在你会幸福的那天 做最后的告别 对你再说一遍 活ildia 灵盛 在你 收着相爱的誓言 从不能相恋 至少可以眷恋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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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里出事了 他不是人 凶手就在县城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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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